原汁原味的机械实力与驾乘体验的数字化革新 正引领汽车产业 是向两条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方前行挖掘传统机械性能的极致潜力 另一方则力求简化动力系统 以软件定义未来的驾驶方式 在此产业变革的关键时刻 丰田推出了其新一代发动机 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更轻量化的设计 更高的能源效率 以及灵活的燃料适应性 这款新型发动机旨在无缝融入现有的服务体系 并尽可能的保持用户的驾驶习惯不便 与此同时 特斯拉则将目光投向了全新的Model 2 意图将其打造为一个纯粹的电动平台 该平台在硬件架构上追求极简 却为软件的未来发展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其核心组件是采用碳纤维包裹技术的电机 这款电机专为高功率密度精准控制 以及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而设计 特斯拉的最终目标是加速可持续交通的普及 而他们坚信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丰田的新型发动机 分析其在日益电动化的市场中 究竟能展现出哪些实际优势 同时我们也将剖析特斯拉Model 2的碳纤维包裹电机及其架构 探讨它们是如何降低成本并加速技术迭代的 在未来的5到10年内 究竟是深耕机械边界还是聚焦于电力驱动技术 让软件主导发展节奏的路径更具前瞻性 请持续关注未来科技 点击订阅并开启提醒 一同探索行业的核心洞察 丰田全新发动机技术 重塑汽车性能与能效标杆 在汽车工程领域这场变革的浪潮中 丰田最新的发动机技术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动力总成开发策略 它并非完全转向纯电动 而是在传统内燃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通过与斯巴鲁和马自达的合作 丰田研发出这一代新型内燃机 旨在应对当前汽车行业面临的关键性能与环保挑战 其核心创新在于发动机尺寸的优化 丰田通过显著缩短活塞的运动距离 这是一项关键的工程参数 成功将发动机的体积缩小了10%到20% 时作为参考 目前主流紧凑型轿车的发动机排量 通常在1.5升到2.0升之间 而丰田的新设计有望将排量降低至1.2升到1.6升 同时保持甚至超越现有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水平 这种紧凑的设计直接带来了车辆空气动力学性能的提升 更低的发动机轮廓有助于将风阻系数降低0.05 从而在高速公路行驶时有望提升3%到5%的燃油效率 热效率是丰田新技术的另一项重大突破 当前高性能内燃机通常只能将35%到40%的燃料能量 转化为机械动力 而丰田的新技术目标是将热效率提升至45%到50% 尤其在与混合动力系统集成时 这一优势将更加明显 具体来说一台标准的2.0升发动机 如果能输出160马力 那么在新技术的加持下 在油耗不变的情况下 其动力输出有望提升至180到190马力 或者在保持160马力的输出功率时 燃油消耗可以降低10%到15% 其多燃料适应性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 与那些依赖复杂燃料电池技术的传统氢燃料汽车不同 丰田的直接氢气燃烧方案提供了一种更为简洁的工程解决方案 在Guerr Corolla赛车的测试中 这项技术已经展现出卓越的适应性 标准的氢气燃烧发动机 可以实现120到150马力的动力输出 与传统的汽油发动机相当 但却能实现近乎零碳排放 此外这款发动机经过工程优化 旨在满足2027年即将实施的O7排放标准 该标准预计将要求实际行驶中氮氧化物的排放量 较现行法规降低55%到60% 丰田的这一设计使其能够领先于潜在的法规挑战 并且预计其合规成本将远低于纯电动平台的全面重构 燃料的多样性也为这项技术增添了一层复杂性 这款发动机可以无缝切换使用传统的汽油 合成燃料 生物柴油以及氢能 这种灵活性在全球市场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能源基础设施差异巨大的地区 搭载这项技术的车辆 相较于目前的车型 其生命周期碳排放有望降低20%到30% 具体的降幅取决于燃料的来源和地区的差异 如果今天您需要购买一辆新车 您会出于便利性选择燃油效率高的汽油车或混合动力车吗 如果是这样请在评论区留言一 或者您是否认为电动汽车代表着蔚来 并会全力投入其中 如果认同这个方向 请在评论区说明您的理由 顺便一提 我们正全力冲刺1000位订阅者 不要让我们的视频白白制作 请点击订阅按钮加入蔚来科技社区 别错过特斯拉的下一个重大突破 特斯拉的碳纤维包裹电机 重新定义电动推进的蔚来 特斯拉的技术理念 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汽车工程模式 其整体化思路远不只是用电动机取代内燃机 该公司的电机技术充分展现了 其对未来交通运输的宏大愿景 即将动力系统储能技术 与可持续基础设施 融合成一个统一的生态系统 特斯拉电动机的性能指标 堪称革命性的突破 以2024款Model 3高性能版为例 其输出功率高达460马力 0到60英里飞小时的加速时间 仅需2.9秒 这款车型充分展示了电动驱动的内在优势 与需要依赖复杂传动系统 才能输出动力的传统内燃机不同 电动机可以提供顺时扭矩 这一特性从根本上改变了驾驶体验 能效表现是特斯拉技术优势的 另一个关键维度 最先进的内燃机 仅能将40%到50%的燃料能量 转化为机械运动 而特斯拉电动机的能量转换效率 却高达惊人的90%到95% 这绝非简单的改进 而是一场范式转变 它挑战着汽车工程领域最基本的假设 Model 3长续航板配备75到82千瓦时的电池组 单次充电可行驶约328英里 约528公里 其快速充电能力 可以在短短20到30分钟内 补充80%的电量 在竞争激烈的电动汽车工程领域 特斯拉的碳纤维包裹电机 堪称一项技术杰作 它颠覆了传统的汽车设计范式 这项开创性技术 最初应用于Model's Blade 随后也出现在特斯拉半挂卡车上 标志着电动机设计 传统的工程理念 其核心创新在于 特斯拉对转子结构的革命性突破 通过使用精密制造的碳纤维套筒 取代传统的金属转子结构 该公司同时解决了多个关键的工程难题 碳纤维包裹技术 使得转子在极端的转速下 能够实现前所未有的稳定性 电机转速可以达到每分钟20000转 这一数值比传统的电动机性能提升了近50% 这并非简单的渐进式改进 而是对电动机架构的根本性重构 性能指标有力地印证了这项技术的优势 Models Blade搭载的碳纤维包裹电机 展现出颠覆传统汽车物理学的加速性能 其0到60英里非小时的加速时间 仅需令人难以置信的1.99秒 这一成就得益于精密的三个电机布局 通过策略性的动力分配 一个电机专注于效率优化 而两个高性能电机则全力提供极限加速 由此打造的动力系统可以爆发出高达1020马力的功率 如此强大的性能足以使其机身超级跑车的行列 制造工艺本身也是一项重要的技术突破 特斯拉在其位于德国的工厂员格鲁曼工程基地 研发出专用的绕线机 可以实现碳纤维纳米级的精度铺设 核心的挑战在于制造出能够承受极端离心力 并能在温度波动下保持尺寸稳定性的高张力碳纤维套筒 传统的制造工艺无法满足如此高的公差要求 这迫使特斯拉重新思考电机的生产技术 这款电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整体的工程设计理念 碳纤维套筒不仅提升了性能 更从根本上革新了热管理和结构完整性 通过使转子始终处于压缩状态 特斯拉突破了传统电动机的诸多限制 通过精密的工程设计 它们消除了碳纤维与铜材之间热膨胀的差异 确保在从极地严寒到沙漠酷热等极端工况下都能保持最佳性能 关键在于这并非仅仅是实验室里的奇迹 特斯拉已经成功地将这项技术应用于大规模生产体系 将前沿的工程理念转化为可行的制造方案 碳纤维包裹电机不仅是一项技术突破 它更彰显了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驱动领域 不断突破可能性边界的战略决心 特斯拉碳纤维包裹电机技术的实际应用 清晰地展现了一条战略路线图 其意义远不止实验室的演示 2021年推出的Model Splade 正是这项概念的终极验证 这款车型以令人惊叹的不到两秒的 0到60英里飞小时加速时间 以及高达200英里的最高时速 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电动汽车性能潜能的认知 这项技术的普世性在特斯拉半挂卡车上 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 碳纤维包裹电机的配置超越了高性能乘用车的范畴 通过集成三台精密设计的电机 特斯拉打造的商用卡车解决方案 在效率和性能指标上 都对传统的柴油动力总成发起了挑战 这种多电机方案实现了前所未有的 扭矩分配和动力总成灵活性 预示着商用运输技术将迎来更广泛的变革 展望未来即将推出的特斯拉Model 2 或被称作红木版或Model Q 将为碳纤维包裹电机技术 开辟机动人心的新领域 红木这款代号的紧凑型电动车 计划于2025年面试 旨在以低于3万美元的售价 普及高性能电动出行 埃隆·马斯克暗示 该车型将整合先进的电机设计 有望在单电机配置下 实现高达2500牛M的轮毂扭矩 尽管这一数值不及三电机 Model Splay的版1000牛M的惊人表现 但足以超越大多数小型竞争对手 例如雪佛兰BOTUV的360牛M 或日产LIF的320牛M Model 2的轻量化设计时 其尺寸较Model 3缩小15% 重量减轻30% 车身长度约为3988毫米 重量低于1497公斤 如此强劲的扭矩 可以推动这款车型 在不到5秒的时间内 从静止加速到60英里飞小时 重新定义了平价电动车的性能预期 其目标续航里程为500公里310英里 将搭载新一代50到60千瓦时的电池组 采用KTTLM3P化学体系 能量密度达到210瓦时非千克 Model 2将借鉴Model Splade 运用碳纤维包裹电机 90%到95%的效率 以实现续航里程和价格的最大化 对比分析揭示了特斯拉创新的深度 传统的金属包裹电机 由于材料的限制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在高速运转时 性能会显著衰减 而碳纤维包裹电机 在极端工况下仍能保持结构的完整性和性能特性 这不仅仅是一次改进 更是电动机工程领域的一次范式转变 特斯拉的碳纤维包裹电机 在性能上全面超越了丰田的新一代内燃机 也暴露了丰田在混合动力和轻能探索方面的局限性 面对特斯拉在电动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丰田最新的内燃机设计 通过紧凑的结构和多燃料 选择实现了增量式的优化 并能够无缝集成到混合动力系统中 以满足日益严格的排放标准 而特斯拉的碳纤维包裹电机 则是完全为电动驱动从零开始设计的 带来了爆发式的加速性能和无与伦比的响应性 其碳纤维套管能够承受极端的旋转力矩 这是丰田的内燃机方案所无法比拟的 当丰田仍在不断完善 一向拥有百年历史的技术时 特斯拉的电机正在重写行业的规则 其设计无需齿轮 也没有排气系统 丰田的战略压助于多功能性 试图使传统发动机能够适应合成燃料或轻能 但这种灵活性是以复杂性为代价的 内燃机固有的低效特性依然存在 相比之下 特斯拉的电机能量可以直接传递到车轮损耗极低 带来了更加平顺和强劲的驾驶体验 这正是丰田多级能量转换过程难以企及的 例如丰田的发动机需要精密的散热管理 来降低热能的损耗 而特斯拉的碳纤维包裹转子可以在更宽广的温度范围内保持稳定 确保性能的恒定 无论在严寒还是酷暑条件下 这些都对丰田机械系统的耐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济性和环保优势也进一步向特斯拉倾斜 碳纤维电机的流线型设计大大降低了维护需求 无需更换机油 活动部件也更少 而丰田的燃油车 即使是混合动力车型 仍然会受到燃料成本和保养周期的限制 在环保层面特斯拉的零排放特性完全超越了丰田对燃料供应链的依赖 即使轻能的未来一片光明 特斯拉也能与不断扩展的可再生能源电网无缝衔接 丰田通过多燃料适应性来控制排放的努力 最终难以达到特斯拉纯电架构彻底消除尾气污染物的本质优势 丰田面临着更为陡峭的攀登之路 其混合动力技术的升级需要昂贵的设备改造才能满足未来的法规要求 而特斯拉的电机技术已经实现了全系车型的覆盖 从豪华轿车到经济型紧凑车 曾经是生产瓶颈的碳纤维饶组工艺 如今已成为特斯拉持续生产高性能 且价格日益具有竞争力的电动汽车的动力引擎 丰田的渐进式变革难以与特斯拉的颠覆性创新相抗衡 碳纤维包裹电机正成为重塑交通格局的决定性力量 归根结底 我们正在见证两条清晰的路径 他们未来或许也会有所交汇 丰田的新引擎追求的是机械效率和在现有环境下的兼容性 而特斯拉Model 2则以碳纤维包裹电机为核心 采用软件优先的架构 力求在成本规模和迭代速度上取得突破 在未来的5到10年内 胜出者将是能够提供可感知的性能 可量化的全生命周期成本 并实现持续加速升级的平台体系 真正的智慧在于制造思维的革新 以及标准化接口能否让多元的能源路径并存 您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 丰田精炼的引擎战略还是特斯拉Model 2 以碳纤维包裹电机为核心的方案 更能创造价值 持续学习与未来科技同行订阅并开启通知 加入这个追求真知灼见的社群 结局 一分属